在深圳员工超10万的企业有多少家,一年的薪资是多少,你知道吗? 深圳呢,作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,拥有300多万家企业公司,每平方公里公司密度全国第一。 我们来看看排名最靠前的这六个。 第六名,顺风控股,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,121亿,员工总数15万,每年薪酬支出约200个亿。 第五名,华为科技,员工总数18.8万,每年薪酬支出约1800个亿。 2020年在中国民营企业中以8588亿排名第一,世界500强排名第49位。 第四名,比亚迪,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,员工总数23万,每年薪酬支出约230个亿。 第三名,富士康,富士康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加工厂呢,巅峰时期有120万名员工。 仅是深圳富士康就有30万,每年薪酬支出约150个亿。 第二名,华润集团,员工总数43万,集团业务涉及吃喝拉撒税衣食住行等几十个行业。 2019年世界500强排名第80位,薪酬支出不详。 第一名,中国平安,员工总数180万,但其真正的雇佣员工人数34万,非正式员工多达150万。 2019年营收总额约12800个亿,2020年世界500强排名第21位,薪酬支出也不详。 你们公司上榜了吗?